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任嘉伦一共有这么几个梦想 第一个就是听旁球曾经经过省队 但是因为受伤了所以不得不放弃 第二就是拥有自己的服装品牌 这是任嘉伦自己提到过的一点 说特别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服装品牌 但是目前这个事情好像还没有提升日常 第三个就是一个爱豆梦 任嘉伦曾经在机场差不多干了有三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能够看到明星 他自己也有这样的梦想 后来去韩国练习三四年的时间 任嘉伦曾经在中国的选秀比赛 受到了老师各种各样的评价 其中有一位老师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意思就是唱歌的专业程度还没有那么高 第四个梦想就是演员梦 如今的任嘉伦已经实现了 并且顺带实现了自己的爱豆梦 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天生属于舞台的人 唱歌的方面也比以前要优秀了很多 能唱能跳会演戏 乒乓球还打得那么好 一个全能型的人才 其实任嘉伦还有一个梦 就是篮球梦 任嘉伦特别喜欢打篮球 但是因为中途有一次受了严重的伤 所以在医院躺了半年 后来呢就没有再怎么打 任嘉伦的个子并不是很高 但是肌肉这一块还是可以的 在打篮球这方面还是有成绩的 如果不是受伤 可能也不会转型成为现在的样子 这就是任嘉伦的第五个梦想 因为身体的原因 曾经的梦想只能够变成现在的爱好 不过任嘉伦系里系外 还是实现了自己原有的梦 超级企鹅联盟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穿上三衣的任嘉伦 打篮球的动作非常的标准 而坐在那里又像是一个大熊猫 很可爱 只可惜当时任嘉伦并没有怎么上场 那个时候应该有腿伤 虽然如此遗憾 但任嘉伦能够参与进来 也是满满的开心 在任嘉伦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跟朋友们去操场上打篮球 那个时候的国超啊 好自由 比起现在起来更加圆润了些 很可爱 参加极限挑战宝藏型的时候 任嘉伦跟邓超还有秦浩几个人 也算是小小的打了一场篮球比赛 虽然不是专业的比赛 但是也满足了自己熊熊燃烧的火焰 希望三次实现了自己的篮球梦 而在谢里国超也二度实现了自己的篮球梦 白色的T恤上身呢 整个少年感满满的 好像是学校的学长一样 在这里打篮球应该有一种重回校园的感觉吧 穿白T的这一次应该是周深成教授的 然而并不是这个国超在戏里体验篮球的第一次 国超曾经在一场直播的时候跟粉丝们说过 在蓝硬突击里有很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骑自行车 第一次打篮球 第一次洗澡 还有第一次弹吉他 所以在第一次戏中实现打篮球的梦想应该是蓝硬突击 这部电视剧看预告像是搞事业的样子 应该也是缺少不了有趣的戏份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跟观众们见面 梦想是什么呢 如果拆开来看的话呢 那就是梦中的理想 前半很虚幻 后部分非常现实 人人都有权去拥有梦想 完全不是一件值得嘲笑的事情 而当有一天你的梦想真正实现了 那所有的嘲笑都会变成蜂拥而至的鲜花和掌声 鲜花和掌声